处理本身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处理本身的事情 而不多去干预其他人的事情 那是多么适当的作为 佛陀给我们的忠告是 一个人不应该留意他人的过失 他人所完成的或未完成的事 而应注意本身的行为是否妥善 佛陀又说 那留意他人过失和容易动怒的人 他本身的污点再增长 他离开污点的消除很远 人家的错处是很容易看到的 但是自己的就很难看得到 指责他人的瑕疵 就好像将米糠从米中羊出来一样拿手 但是就将自己的过失 好像一个猎人一样 将自己掩饰起来一样 尊贵的人做事不离正轨 让事态发展 而对世间的月落不担染 有智慧的人 不论在苦中还是在乐中 一样保持安详的态度 和内心的镇定 无人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人斥责和批评 佛陀说 你保持监默 别人要怪你 你说少许 别人要怪你 你多说 别人也要怪你 佛陀又说 过去 现在 和未来 并没有一个人 被所有的人指责 或被所有的人称许 并不是每一个批评你的人 都是你的仇敌 你正好趁别人批评你的机会 来到找出自己 看不到的错处 你不可以只是因为受批评 就将你良好的工作放弃 如果你虽然接受了批评 仍然有勇气进行你良好的工作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 而无往不利 感谢您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